大家好 我是Esther 我泡梅酒也有十年經驗 我和日本的梅龍都很友善 所以他們每年都會把最美的南高梅送到我手上 今天會教大家如何泡梅酒 以及如何把梅酒選到最美 分享心得給大家 大約半年後梅酒就可以收成了 我們就把梅撈出來 也可以用來做果醬 就這樣吃 或者蒸排骨也可以 以前的日本人很喜歡用蜜綠色的青梅去泡酒 聞起來就不會聞到很方香的味道 反而這些開始大黃色的梅 其實不用放在鼻子 也會聞到好像有土味和恨味的芬芳 其實青梅泡出來的酒會比較清新 而熟梅泡出來會有果香 酒心會比較甜 現在很多人都開始喜歡用這些熟梅去泡酒 我以前也有用過大陸梅去做梅酒 不過我覺得大陸梅有滑稠味 就不太好喝 其實大陸梅和日本梅也有很大的不同 不論在顏色、體型和味道上都很大差異 例如尺寸 日本梅通常最大有4L尺寸 部分都會有一塊塊的胭脂紅色 很漂亮 浸起酒來也會比較開心 浸梅酒 日本人會有專用的果實酒去做 我建議用30%酒精度以上 好像35%的果實酒 喜歡有米香的 可以用沖繩的泡性 如果喜歡用酒精濃度高 我們可以用威士忌浸 不過近年我發現用乾湯很棒 我們可以選擇一些比較香醇 滑身的乾湯去做 浸出來的梅酒會特別香滑 會加了乾湯的果香 很特別的,不妨試一下